最近駐日代表謝長廷針對日本排放核廢水的議題上 一再的把台灣也拖下水 就算圓能會已經一直出面解釋了 還是不罷休 使得駐日代表這個詞又再一次被拿出來講 謝長廷到底已經惹了多少的爭議 我們就來看看過去五年內 謝長廷還有哪些幫助日本不遺餘力的事蹟吧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謝長廷是助理代表 這個說法相信台灣人都不陌生 這次會再被拿出來講 是因為日本決議要排放核廢水到海裡惹出爭議之後 謝長廷不僅沒有站在自己人的立場 反而還發文扯台灣人的後腿 指稱我們也一直有在排核廢水到海裡 硬要跟日本一樣 把台灣正常的核電廠 和日本核災後的核電廠劃上等號 而且發一篇不夠 還一直發、一直發 發到元能慧都已經出面澄清 解釋台灣核電廠所排的 和日本輔導即將排的 不能夠相提並論 甚至元能慧都已經批評謝長廷說的 太過了 結果遠在東京的謝長廷 還是堅持做自己 絲毫忘了日本現在要排核廢水的重點 不在於川 而是川以外 可能還有其他無法消除的污染物質 打我啊 不是我打你 你 結果還被國民黨抓包默默的修改貼文 這也就是為什麼 謝長廷會再次被批評是駐日代表了 而謝長廷除了這次的爭議之外 還有哪些駐日的事蹟呢? 時間軸往回啦 我們看到去年12月時 當時台灣正在積極討論反萊豬的議題 結果謝長廷在這個時間點 不顧疫情特地回來台灣 為的是什麼呢? 為的就是 談核實開放的問題 還在臉書發文說 應該開放核災區的一般食品進口 並且強調 日本剛好正輪值CPTPP的主席國 沒有開放的話 要加入CPTPP 會變得很困難 再看到去年9月 宜蘭的漁船在我們釣魚台附近的海域 被日本公務船撞 結果謝長廷的貼文 是提出我方說法 和日方說法不同的地方 然後說帶釐清 就結束了 而在釣魚台的爭議上 謝長廷也有不少捍衛日本的事蹟 像是去年6月 謝長廷發了兩篇文 分別說日本擅自改釣魚台的名稱 是為了怕混淆 並沒有其他意圖 接著還說 日本對釣魚台從1971年 就有適時的管領權 沒錯 他是用 管領兩個字喔 難道在謝長廷的眼裡 我們自己的憲法和主權領土 都不重要了 只有日本的 才應該重視嗎 接著再看到2018年 謝長廷也是有著一連串的駐日事蹟 包括在反核時公投後 要台灣人不要再講刺激日本的話 否則互相刺激造成惡性循環 會擴大與日本的矛盾 這種說法被批評後 他甚至還說會這樣講是在保護家人呢 還有在慰安婦同向的爭議上 謝長廷也是硬要參議角 說立慰安婦同向是台灣內部的中國政黨 不斷擴大台日的矛盾對立 而且他還說這個所謂的中國政黨 主導反核時公投也是為了破壞與日本的友好關係 除此之外 當年也有發生我們的漁民在經濟海域重疊區捕魚 被日本取締追趕 結果謝長廷的說法是我們的漁民比較活潑 神出鬼沒 所以建議我們的漁民出海前應該跟政府報備 可見自己人出事了 謝長廷還是選擇站在日本的立場 先檢討自己人再說 接著講2016年謝長廷就任駐日代表那年 他在上任前就說 國民黨政府派軍艦到沖織鳥交海域護魚 這樣的做法不妥 還說日本和美國有安保條約 而我們不可能要向美日宣戰 所以不要派軍艦護魚 可見從還沒有上任 就已經醞釀好了駐日了呢 直到真正上任之後 也馬不停蹄地為核石背書 說這些精彩有多安全之類的 一上任就為核石鋪路 當個稱職的駐日代表 從這些謝長廷的種種言行舉止來看 短短五年內就有著超過十次的駐日事蹟 這個駐日代表已經明顯失去了 作為駐外代表應該要有的樣子 駐外代表應該是要幫助自己國人 維護自己的國家 結果謝長廷一年領好幾百萬的薪水 反倒像是日本派來的代表一樣 處處站在日本的立場 讓人傻傻分不清是不是他根本已經是日本國籍了 這樣的駐外代表還有存在的意義嗎 是不是政府應該重新檢討駐外代表的領選制度 才能讓駐外代表真的有個代表的樣子呢 再整理一次重點 駐日代表謝長廷上任以來 處處維護日本權益 已經完全失去了駐外代表的職能 但政府一再放任他在日本坐領高薪 卻繁咬自己人 絲毫沒有檢討 駐外代表如果無法有幫助國人 維護國家的功能已經明顯失職 國家應該要即時撤換不識人代表 並重新檢討人事領選的制度 謝長廷在核廢水議題上 應該要扮演代表國家的角色 結果卻一直照個人意志發言 甚至於日本一打一唱 意圖帶錯誤的風向 這樣下去可能反倒增加日本說嘴的空間 本集《時事招惡鏡》就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歡迎在底下留言 別忘記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